你们专业就快要毕业了 你有什么打算吗 还没消耗 那你跟教练商量了吧 你将来准备干什么呀 毕竟 我的事你别操心了 行不行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就算是见你不练了 好歹你也跟教练说一声吧 你们这个专业 又不是像其他的 如果 你将来想当教练 或者是带小孩什么的 教练好歹也能跟你介绍介绍 我都说了我的事情 你别操心了 我不想射箭 也不想做相关的工作 找不到工作 大不了我就回落成 回落成 你还有我呢 我们不是说好 要一起在荣城生活吗 将来 你找一份工作 我也找一份工作 你下班以后 我在家做饭给你吃 然后 我们还可以把方方也借来 两人一勾 我的理想手术 我都在装人结婚 我想一个人进去 你要去哪儿 我 我陪你去吧 不要 我想一个人去山里进一进 你先去上课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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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来了 你也看见了 我再也受不了架 来 跟我来一下 什么都别想 把它给我设下来 别反费力气了 我设不到的 试一下 来 试一下 我设不到的 我设不到的 发现你有这个问题 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对你影响这么大 知道了又有什么用 现在 我也没必要再进行下去了 许芳 你听我说 我认识一个射箭教练 他在国外 有世界一流的康复训练基地 你要是愿意的话 毕业以后我送你去国外 在那里做进一步的治疗行吗 许芳 你一定要听我的 你得的是新病 不是判死刑吗 施施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说吧 我准备 去国外培训一段时间 出国 出国 为什么呀 我 是因为我让你心烦了吗 你先是躲到山上 好不容易回来又说要出国 你就这么不想见我吗 不是的 其实 其实是因为 这是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我理解 每个人毕业之后 每个人毕业之后 都会为了自己将来做打算 只是 只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你的计划里根本就没有了 你跟我妈一样 你又要都只想让自己说走就走 不是那样的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醉价 你就适合离开我 你走吧 我不需要你同情我 那边就是分手 如果我现在执意要走的话 就意味着我们两个人会分手 所以教练 我还是不去了 许芳 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能明白 但是你也要为自己考虑 你说你就这么放弃了 放弃了事件 一次困难就能把你打倒 那你早几年的训练 那就白费了 就算你不想辜负林启迟 但是你也不能辜负你自己啊 教练 我已经考虑好了 对不起 我这就是太糊涂了 早知道就不应该争一日眼闭日 你说上你们干什么恋爱啊 不错 因为我最后 мод不来 你也不能辜负 就是我 不知道 这就是人 你也不能辜负 meeting 你不是我 应该晟 你还是会 他会再给你 咻 教练 看看他的靶子 他 他怎么了 黄心病 黄心病 得了一段时间了 除了我谁都不知道 一个实践运动员 要是得了这种病啊 就说明他的职业生涯 画上句号了 怎么会 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导致前两天 团体赛的时候发挥市场 也导致他和其他队友决裂 我想 他的骄傲 就是不允许他 作为一个失败者 站在别人的面前 他怎么能问啥呀 前两天我去找他 告诉他可以去国外 做恢复训练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但是他拒绝了 他跟我说 他不想留下你一个人 你和蒋成旭聊得怎么样 我们聊聊 就要收拾了 行 可以 别说话 让我听见 对不起 你这回生病了 我都不知道 你还记得我小时候 你跟我说过吗 如果生病了 就要打针 你疼的话 可以喊出来 不用坚强 疼过了 就好了 你去国外吧 治好黄心病 我会好好的 在这里等你回来 你想好了 决定去国外了 教练 如果可以的话 毕业典礼之后我就出发 一边康复 一边精进技术 好小子啊 我继续等你回来 大杀四方 回家收拾好东西 再回学校参加毕业典礼 然后 你就要走了 我看完 我看完 就好了 我看完 了 我看完